嗨,你好,我是小杜 或许你是从这支影片认识我的 台湾对我来说是一个怎样的地方呢 哈喽,大家好,我是小杜 我今天来到了圣族的仇皇庙 哈喽,大家好,我是小杜 今天 哈喽,大家好,我是小杜 哈喽,大家好,我是小杜 2021年,感谢由你们的陪伴 见证了我的成长 哈喽,大家好,我是小杜 明天就是2022年了 那我在这里祝大家新年快乐 回顾2021年呢,我也是有特别多的感慨 这一年在台湾经历了很多很多的事情 而且呢,也收获了大家很多很多的爱 今天这支影片就想做一个 类似年度总结的东西吧 2021年年初的时候 我在YouTube这个平台上传了我的第一支影片 然后也没想到就一直走到了 今天成为了一个YouTuber 也是自己开始有记录生活的习惯之后 才发现好像是来台湾的这两年自己有一些变化 第一个变化就是心态上的变化 我觉得台湾这边社会的包容性很强 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 就是刚来这边的那年的圣诞节 我跟我同班同学去吃早午餐 他那时候是有在打工的 就是给小朋友家里当家教 然后他突然就跟我说不想当家教了 想去公司大楼里做保洁 然后或者是去公园里除草那些工作 然后我就很震惊 我说那你这样的话一个小时差多少啊 他说一个小时的话可能差一两百台币吧 我说那你为什么就是想放弃这个当家教这门职业 然后去做保洁或者去除草呢 他说就是因为我想换一个工作 换一种心情去试一下 我家人也觉得我这个想法很不错啊 这是当时让我很震惊的 因为如果在我家的话突然我说 嗯我不想干我这个本职了 我想干一个好像挣了钱比较少的这个职业的话 大家都会说你是不是脑子瓦特掉了 后来还有一次就是我去理发店 然后帮我洗头的一个妹妹 然后他妈妈是大陆人 然后爸爸是台湾人 他说他当年高考完之后考大学 就是他的爱好就是做美容美发 所以他们家也很支持 就是说那你就不用去考这种普通的大学 你就去考那种专门教美容美发的学校 就是他就很开心的就去学了美容美发 到现在每天上班也都很开心 这点就是第二次让我震惊 就觉得天哪 为什么这么尊重孩子的个人意愿 其实不论是我 还是我的好朋友 我的同学啊 那些跟我一起长大的人 听到最多的一句话 就是说家长就对孩子说 我知道你喜欢做什么什么什么 但是这个社会就是不允许你做什么什么什么 所以你现在必须要去做另外一件事情 比如说我的爱好是化学 但他们可能会说 我知道你喜欢化学 但是你以后学化学怎么找工作啊 所以你现在必须去学另一个什么金融啊之类的 就不论你爱好是什么都可以套用这个模板 所以我们就是无论是大学选专业 还是之后选职业 都是按这个这个话来的 就是我知道你虽然喜欢这个事情 但你可以把它当作你的兴趣 最主要的就是去生活赚钱 当然这个也没毛病 肯定要去生活赚钱的 嗯可是在这种压力下 长大的孩子可能就觉得自己的爱好没有被尊重 好像自己的一些观点都是被否决的状态 但是来到台湾之后呢 就是我觉得大家不仅其他人可以做自己 然后我也可以做自己 就是当然不能违法乱记了 可是有一种很放松的心态去生活 第二个我发现的变化 就是生活节奏变慢了 其实我在北京生活的时候 就是因为节奏都很快嘛 而且就是影响 影响到我走路就特别快 而且我平常在家也遛狗 我家狗走路就更快了 所以我就即便不遛狗的时候 我在街上都见步如飞 然后我来台湾之后 我走路还是特别快 每次和同学出去 去超市买东西的时候 我就走着走着 我就超过他们特别远 然后我就在旁边等着滑手机 然后他们等会走过来了 然后再一起走 走着走着 我又走得特别远 特别快去了 我就觉得天哪 为什么走路这么慢 明明就超市就很近 你要走半天 我上班就是来回在路上 要三个小时的时间 我觉得虽然是有点长 但是也可以勉强接受了 我就感觉 怎么我在北京和在台湾 好像生活的 对一些就是时间的概念 也不太一样呢 就我生活就很喜欢敢 赶着往前走 但是来这边生活之后 就是慢慢的放下脚步 就是做一件事 比如说我自己开始拼那种 小小的迷你房子 它真的很好时间 然后也需要耐心吧 但是现在自己就可以坐下来 我觉得慢慢的享受 你现在手下 手里面正在做的事 也很不错 第三点变化 是我前两天发现的 就是我烦的时候 我喜欢出去走不走 或者是去旁边看海 因为台湾是一个看海 非常便捷的地方 就是在我家的话 其实我家离海也没有很远 就是开车两个小时 就到河北去 就能看到海了 但是我完全没有看海的 这种习惯 可是在这边呢 就是烦的时候 就海边走走 就反正走两步 就可以看到海了 心情就特别的开阔 我那天上楼梯的时候 就想如果我回家了 突然有天我很烦 就很想看海的话 那我岂不是要开车 到另一个县市 就是很麻烦了 我觉得很麻烦 然后再去那边看海 想到这儿 我心情就有点低落 不知道什么时候变成这样 就是有喜欢看海的 这样的一个习惯 这三点呢 就是我发现 特别是我2021年发现的 我身上出现的一些变化 前两点我觉得 对我本人的影响很大 就是不论是你看待事情啊 处理事情的方法 都有一些改变 所以说呢 我也很享受这几年 在这边带给我的改变 然后呢 也很谢谢大家 一直以来对我的支持 虽然我佛系更新 但是依旧有人 嗯 有观众朋友们会去看到 对 在这边就是非常感谢大家 那在新的一年 我也希望大家 每一个人都可以顺顺理理 然后有什么心愿 就去实行它 就去实现它 对 我也有好多愿望 就是要写一下 每年的年初写一下 看年末有没有完成 我之前写了几个愿望 好像是 除了一个都完成了 别的 除了一个愿望 剩下的三四个愿望都完成了 还是蛮惊喜的 大家也可以这样做哦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了 拜拜 拜拜